我看到你唱不下去了 杨泽你看看人家那时候的演员 咱们都得行 你看人家也不用减肥 你看看你长 你再看看人家长 好多人都说现实生活中男女之间并没有纯洁的友谊 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张一山和杨子之间的神仙友情 相信大家都是从《家与儿女》这部剧中认识了张一山和杨子 他们两个呢也是因这部剧而相识 也正因为这部剧才会给他们后期结实的友谊 垫下基础 在《家与儿女》中饰演一对大胆闹闹 相爱相杀的姐弟 后面呢两人又成为了同学 在大学的时候还被分到了同一个班哦 这也让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铁 如今的张一山和杨子也都成为了非常优秀的演员 在影视道路上各自有着自己的成就 而且很多人都希望他们两个能够走到一起 但他们之间太熟悉了 熟悉到对方做一个动作 自己就知道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 其实如此熟悉的两个人并非适合做情侣 要知道在爱情中也是要有自己的一些小秘密 并不能够说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展现在对方面前 都要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空间 这样的话才能够使爱情变得更加圆满 而张一山和杨子之间真的是太过于熟悉了 已经不仅仅是当作朋友一样存在了 更像是亲人 记得在一次晚会上张一山和杨子一同出席 当时杨子穿的礼服裙特别长 张一山就一直跟在杨子的身后帮他替裙子 像暖性的哥哥一般 生怕杨子因为踩到裙子而摔倒 其实有这样一个贴线男孩子陪在杨子身边 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存在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创始人兼总裁于东先生 以及刘涛上台为获奖者颁奖 有请 别看张一山平日里怼杨子最厉害 但他也是最紧张和最保护杨子的那个人 在他眼里 杨子永远都是12岁时的那个样子 而别看杨子怼张一山的时候没心没肺 他可是最牵挂张一山的那个人 在他眼里张一山永远都是那副死样子 两人相一山上一路陪伴成长 回头再看其实他们都没有变 还是像曾经那个背着书包 在校门口互相道别的小男孩和小女孩 一次张一山被问道 杨子是你的菜吗 张一山回答道 杨子是我的馒头 但不是我的菜 他是主食 张一山呢 还有一句经典语录 就是我哥杨子太熟了 像哥们一样 下不了手 我们都不是对方心目当中 男神女神的标准和类型 到不了那一步 杨子也说过张一山根本没有竞争力 自己喜欢成熟稳重类型的 甚至在一次采访中 杨子公然凶张一山 你老是在我身边转 影响我找男人 不料张一山听完直接气的 直标北京枪 场面很是欢乐 这对活宝简直太逗了 要说这两个人的关系 曾经有网友这样评价过 青梅竹马 年少作伴 共度低潮 共同分红 彼此理解 彼此疼惜 知己好友 神思亲人 这总结的既全面又到位 这么多年张一山和杨子从剧中的姐弟 到背着书包 互相道别的同学 到大学四年的知己 再到如今的亲人 这一路走来 他们见证了彼此青春时期 上年时代和青年时光 不是亲人 却甚至亲人 曾经的他们在剧中互怼 在生活中互呛 认识将近二十年 见面就呛 掐着掐着就长大了 童心出道 一起走红 陷入谷底 再次翻红 这跌跌撞撞 成长之路 他们都有彼此的陪伴 相比以往 如今更多的是对彼此的关心 是暖暖的友情 而在娱乐圈中 这样争过的情谊 各是难得 也希望他们有益长存呢 再次翻红